欢迎来到阿批聊音乐 今天我们来一个新的特别企划 以前都是我听到什么歌 然后分享一下我听到的感觉 今天我们邀请一个 比较是以文字角度出发 它本身是中文CVN 所以是比较歌词面的 角度出发的一个乐评 然后来跟我们聊一下 今年一到三月的 他推荐的专辑还有歌曲 那我们欢迎循生入座 嗨 大家好 帮我打拍手的声音 你好 大家好 就没有要帮你上 就这么尴尬 好尴尬 天哪 为什么要帮你上拍手 好罐头 不是来宾都会这样吗 你这是孔康老师吗 没有 现在节目没有这样子 就是这样 OK 一开始就开始带歪 新单元 介绍今年的新歌曲 我们不要废话太多 太尬聊 好 首先你要跟我们介绍的一月的作品 那你第一个要为我们介绍的是谁 我照顺序来介绍 那就是第一个是一月十三号发行的王杰 精准一月十三号 没错 王杰 对啊 你有听过吗 你应该有听过 他是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手吧 没错 为什么会推卷 你几岁你见你几岁请问 还没满山 还没满山 你才二字头吗 二字头啊对啊 那个老灵魂耶 没有啦 确实是因为我爸妈的关系 我妈很喜欢这些 他整个音响会都是他的专辑 哦是你妈最喜欢的歌手 对 那你妈有买张专辑吗 你等一下介绍张专辑 妈有买吗 他他他他本身就已经有了 哦他有买 专辑 他有买张专辑 哦我想说他我没 他从第一张开始买 哎你妈很感人耶 就是你知道有的可能结婚生子之后 根本就没有在听流行歌的 他居然还有买王杰张专辑 王杰张专辑叫做这场游戏那场梦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现在马上来听一下 今天那个才为我们推荐的第一首歌 一场游戏一场梦 好 哎你有问一下你妈为什么喜欢这种转辑吗 这首歌你有没有采访过他 一场游戏一场梦 他觉得怎么样 你说 啊不是你这样讲好像 一场游戏一场梦是他三十几年前 他发的第一个 结束篇啦一场游戏 对他他三十五年前有一首歌 一场游戏一场梦红的 爆红 然后这一次三十五年后 三十五多年又发行了专辑 然后里面的主打歌一场游戏一场梦结束篇 没错刮好结束篇 你有问过你妈为什么喜欢黄杰吗 我觉得那时那年代的人应该是挺简单的 所以没有问过 刚好听 刚好听 没有没有他有讲就是他他就是喜欢他的声音嘛 也不能说他情有独中啦 情有独中的章鱼他也喜欢啦 章鱼他也喜欢 对啊写情有独中的章鱼他也喜欢这样子 就是他那个年代很多很多那种很一流的那种歌手 其实他都很喜欢那唯独我听下来就是他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听他的 甚至说这张专辑发行是他告诉我的 真的假的 真的好夸张 因为这首歌这首歌真的很屌 因为他是去年12月底发行 然后10月19号发行 然后发行两周而已 他就冲上HitFan的白大单曲 因为他就是每年会会投票 但他就是年底才发通常会比较难登录像这个白大你知道吗 因为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听过 那他直接冲上740欸 超厉害 只能说你妈那个年代的 可见他们的客群 对你妈妈粉很厉害 才是音乐的主要消费者 懂吗 我们这些年轻一辈的真的算小众 所以是 因为我本来K-A-POP只有推荐我 因为我每天会去听那个K-A-POP的新歌 是 然后我知道王杰有发行 然后又看到那个新闻 但是你这样一专辑是你妈推荐给你的 对他先跟我讲 因为通常我记得K-A-POP他们推荐的原则是 就是二跟五嘛会推 他发行的时间我 反正就是我妈先看到 19号我记得19号 对啊 所以他比我先知道 这首歌是不是那个 之前35年前的版本改出来的 旋律不太 旋律melody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的那个旋律是按照以前的歌 然后去改出来的 所以其实很多和声跟旋律的走向是很像的 那你有没有觉得新版的跟旧版的差异在哪 或者是你特别喜欢什么样的版本也可以的 你说你说听起来嘛 老实说还是原版的好听嘛 必须这么说啊 对啊 你比较喜欢原版的真的就是经典 没办法 没办法差异 但现在的歌你会感觉到有一个世代的差距吧 我觉得光是那个录音设备还是什么一些细节的条件 我觉得听得出来 听得出来 会不一样 没有就是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不一样 我觉得有啦 因为他的旧版就蛮明显 就是那种 MIDI音效 然后假的弦乐很明显 但是新的版本你就会听得出来 他有一些真实乐器 比如说钢琴 他的弦乐就是真的 听起来就会稍微比较清醒 但是他那个背景的那个盘听起来还是比较有时代感 他就是以现在新的技术去做复古这样子 听得出来 所以其实我妈听的当下给我的回馈就是 哦就完完全全就很像一层游戏一层梦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很怀疑 他们的目 他们的观点来看这两首歌是一样的 但确实音乐上面不太一样 给他的感觉是一样 那你妈的听 你妈的审美都没进步 都是我每一周在那边推歌他去听的好不好 真的吗 他现在的歌他也听是不是 对啊 我跟你讲他很喜欢同根深 今年录为金学家 他很喜欢同根深 真的假的 对他超爱同根深 但是你妈听到这种歌还是会有那种 回忆伤的感觉跑出来 对真的真的 我觉得就是 也是因为也是我推荐的原因 就是我不希望就是我推荐这张专辑是有一些事实 就是希望说有更多人可以再听听他现在的作品 而不要完全就去淡忘掉这个传奇 还是听听看他的这个作品 我可以听一下 你知道前真的看人选之人 然后那个孙燕姿变成爸妈时候在听的歌手 然后 好可怜喔 天哪 孙燕姿欸 因为你跟我说王杰是爸妈时代那个时候的歌手 我觉得听起来比较那个 但你知道现在孙燕姿对他们来说也是老人了 哦天哪 天哪 我们已经老了这样子 对啊 已经有那个gap在了 然后 然后刚刚除了讲 他那个编曲上是尽量以那个那个时代 以前那个时代的重现这样 但是他的那个音乐上是新鞋 但是肩奏可能还是听得出来 肩奏就是跟以前的一样 肩奏 然后歌词是不是也有跟以前的呼应 确实啊确实 就是你其实稍微看一下歌词 因为他歌词简单啦 一样是易懂的 对 所以你稍微去看一下歌词 这张专辑主要就是在讲 关于就是 关于爱的那个孤独悔恨跟怀念这个部分 就是女追男 然后可能 如果没有结果就 心很痛啊 然后自己要去海边去排解那个忧愁啊 然后如果对方有给出一点讯息 然后是不是又有机会 这样子的循环 所以他的歌其实 他的歌词很多都是徘徊在这样子的氛围里面 跟35年前的版本是有呼应到的文字 对 尤其是这一首歌啦 一场游戏一场梦结束片 他完完全是用回文的方式 就是 一段一句话一句话去 回忆去 去写出这个35年之间的差异 怎么讲就是 这一首歌 对啊 这一首歌我抓两个点啦 因为一场游戏一场梦嘛 所以就是抓游戏跟梦这一个东西 那确实王杰在写的时候 应该也是参考抓着这两个东西去做倒反处理 对 例如说 现在这个版本写到 我知道不过是一场游戏 那对应到过去的35年那一首歌就是 那只是卓夜的一个梦而已 他用游戏跟梦去做呼应的方式 小巧思啦 对啊 就是你会发现说 过去他那一场游戏一场梦 其实在讲说是过去 昨日好像昨日才发生的事情 只是昨日的事情 可是你到了35年之后 你再去回首 那其实那个时间的年代感就差 gap就很大 你回首是一个世代啊 不止一个世代 可能两个世代的这种差距 所以那种沧桑感 你会感觉到 你真的已经老了 可是你又无法往改变什么 而这个情感是你只能去内话 去放在你的心里去感受这样子 好 接下来下一位想要给我们推荐的专辑歌手是谁呢 就是就是 Giggle 超新鲜 Giggle 好 Yeah 这一首 Giggle是谁 帮稍微跟我介绍 怕有人不知道 OK 其实他就是血肉果汁机的主唱啦 没有很惊讶 没有啦应该应该认识血肉果汁机稍微再多加认识一点应该就会知道说主唱他自己发一张专辑 我现在是比较好奇你前面一个王杰然后突然跳到Giggle你知道吗 但是很跳通 他们发行的日期只有差一天 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个风格的这种 所以你这不同类型的歌你都听吗 确实啊因为我在做新歌周推的时候其实就是大量的去听新的歌就不管谁发行什么新专辑就是至少要都听一下 但是你从中间挑了两两组非常不同的人 所以你平常是会听Giggle这个算什么有点金属吗 他有差一点金属但他自己的话是比较多这个饶舌的部分 因为他歌听他说他这几年歌听多了 那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比较偏喜欢这样子的类型 他不是说这种金属不对就是他想要去尝试看看其他的 诶我好奇问你哦写肉果子期你熟吗 你说私下吗还是怎样 就是他们的音乐风格我不是说人吗你怎么很认识他拜托我 我不知道啊 就是写肉果子期之前专辑有在听吗 有啊我去年他不是 那你觉得Giggle啊他这一个人跟他以前在写肉果子期的这个品牌里面音乐上有没有什么差异啊听起来你觉得 应该说他们第一张专辑的时候跟他现在这样子是差异比较大的 那其实我在听他上一张太子bro就是golden太子bro 对这一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我就有感觉出来啦就是他们其实有渐渐往流行这一块 流行这样好像好像讲的有点有点粗糙但他就是渐渐去把重金属这一块去融合到其他曲风 像Giggle他自己其实特别喜欢巴桑诺巴这一首 是这样子的曲风他把这个曲风放到他最后一首歌当中 我觉得这个是超酷超有趣超自己的 所以你觉得他相对于团体来说是比较可能一般比较能接受 这张专辑我觉得应该在现代的就是大家熟悉听的一些饶蛇这一些 他会比较是能够快速进入啦但其实背后的团队都是解露的人 所以其实没什么差 那这张专辑你知道超新新代还是想说什么 他文案超短他只是说我有酒拿给你了 我觉得这一张专辑他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故事脉络 但但其实他只是一个点啦就是他想去倒转一些既定的 呃一些 固有的形象像 呃你可能会觉得恶魔或者是 一些怪物他是不好的但其实他某些部分是 其实是好的 该怎么讲 反正他就会喜欢去倒转这一个东西 迪士尼哥很爱拍那种反派主角的系列嘛对不对 对啊就是小丑其实他背后有一段辛酸血泪这样子 所以我们刚听的这个歌地狱的恶魔都是时尚的 他就想要塑造的 虽然是恶魔但他也可以是时尚的这样子 对有趣的是其实他在这张专辑里面 我其实我本我本人听音乐也还没有到非常深啦 但我会去看很多的文章 像吹音乐他们有在有专访过他们 我发现有一个有一个点是很特别就是 他把他其实是 把萨克斯丰跟钢琴这两个元素 埋在这一张专辑里面 然后 可能可能很多歌都在这里面 那他其实 就是在 房尼 一个叫 一个是叫 巴芳特 一个是叫恶魔 这两个角色 这样子 嗯 但为什么恶魔要吹萨克斯丰啊 就他觉得很酷啊 因为对我来说 萨克斯丰好像有一点点性暗词 性暗词 为什么 因为萨克斯丰通常外国人都那样 叫他萨克斯嘛 就Sax 后面不一定会写出来太长了 跟Sax有点像 而且他本来就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这首歌 的配器的选择很特别 因为 这个本来就是有点性暗词的乐器 然后再加上很多那种 宽敞的歌曲啊 夜店 播我的音乐 都很喜欢用 萨克斯丰 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恶魔可能是 很性感的 或是怎么样子 有可能喔 有可能 我在看文本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特别多 呃 体会到这样的感觉 因为 他的歌其实 理论上还是都 读得懂 就是很 明明白 明白 就是用看了都看得懂他的 他到底想要说什么 你说歌词的部分吗 对歌词的部分 文本 文本听起来太难了吧 歌词啦 我习惯用文本 OK 对反正这歌词的部分其实 还蛮好懂的 就是像 有些老舌其实他都会用一些 比较简单 然后重复的一个字句 去 重点提他想要提的东西 我觉得他 我不偏向就是 用单曲来做介绍啦 我觉得 可以用整个脉络去来介绍一下 这张专辑 大概是怎么样子 对那除了 呃刚刚提到说就是 他想要去倒转恶魔和魔王这样子的 这个 可能他原本是 负面形象的东西 他想要去把他 倒反称 他可能也是一个 很时尚的人 也会去吹奏乐器 然后去挑逗人 这样子 嗯 那他故事其实就是西方史诗的一些角色啦 对啊 那去颠覆 颠覆这些角色的刻板影像 对那像我刚刚讲到就是 他把 他让这些角色去拿 各种配器 然后去表演 我觉得 很酷的一点是 我另外介绍了像邻居巴风特 他就直接提这个 这个 恶魔的名字 这样子 那我会发现说他 巴风特变成 可以实现愿望的天使 他是在这个歌词里面 去埋这个梗 我会觉得很特别 就是恶魔他其实是一个 会让 会实现人 愿望的天使 然后在他 钢琴弹完的那一 就是他在副歌之前有一段 细碎的钢琴的声音 然后 然后他后面在唱说 让愿望燃烧吧 让愿望燃烧吧 这一 这一段 然后就感觉他这个是 愿望实现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 这一个部分是他 歌词跟 音乐安排的蛮酷的地方 这样子 嗯我只觉得他那边唱的很 就是有他那个原本 金属的样子的感觉 对对对他的专辑里面还是有 埋 埋蛮多就是关于 有些吼腔啊这些都还是有啦 而且我觉得他有趣的是他这首歌啊 歌词里面有说他是 降义小调吗 嗯我稍微听一下应该 这首歌应该就真的是降义小调 只是他里面歌词有听到那个 就是兜啦兜啦对不对 兜啦兜啦可是他 他的音不是兜啦兜啦 他应该是降收跟降密 那如果用相对应高来说他应该是 米斗米斗 嗯 我觉得他歌词可以改成 米斗米斗 会不会其实是不好唱 不会啊米斗米斗跟兜啦兜啦有差吗 你把它买在歌词里面 他不是歌词有唱到什么兜啦兜啦 你记不记得忘记了 所以要改成米斗米斗这样子 我觉得米斗米斗会比较合适一点 OK啊 好啦大概就是这样 这张专题就是在讲说 要翻转那个 呃 反派角色的形象 这样子 我觉得他这个是他自己想要做的一个翻玩的创业啦 那主要他还是想要实现就是 他想要自己 做一张属于自己的专辑 因为他在最后一首歌其实 用讲的 讲他的心路历程 其实他就很感谢 所有人 然后 我希望带着这张专辑 去坟墓这样子 的概念 对我觉得这个 超星星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诶 我没有特别的研究 但他这一首我记得这一首歌他比较早出 就超星星这一首歌 比较早出 但我就没有特别去研究他了 哦好没关系 这以上是 呃 彩虞为我们带来一月的推荐歌单 然后 接下来呢 我们要推荐的是二月 你要为我们带来的是哪一位歌手 哦二月的话我想推荐三张 哦真的 二月三张 二月大家不是会过 过年是二月吗 忘记了 居然出了这么多转集 好继续 今年好像是 过完年才二月 对 好的 第一张 就一样照顺序啦 就是二月三号出的 叫 呃是影分子的 呃 他们念影分子 不是影分子 影分子 对影分子 没错 诶这个 这个 这个算新人团吧 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影分子 他们是 谁谁谁 其实他们 之前有发了一张EP吗 嗯嗯 对 他们其实发了两张EP 然后这一张是他们的第一张 第一张专辑 对 我还以为是按照那个buffbuff开始 开始拍的 所以他前面发了一张EP叫 我有点忘记他 对他前一张 然后转集他说buff 希望他们 我觉得很方便 他们下一张就会叫做 muff 都不用想 这样吗 对 好了 这个乐团里面最重要的一位是 刘涵 刘涵老师 刘涵老师 对他是一个很有名的 大提琴 手 我最近有看到他 你上次看到他什么手 上次看到在蔡建雅 唱会里啦 他就是出现在各个不同的歌手的演唱会 我上次看到在魏如轩的演唱会上看到 那他就是住在 那个小巨蛋里的啊 因为上一周是在那个蔡建雅 然后这 然后隔一周就换那个魏如轩 对啊 他住在小巨蛋 所以是 刘老师组成的一个 为主的一个乐团 是的 那其他乐手 他们也都是非常 也都是蛮资深的 的老师 那最主要 是 他的他除了那个大提琴的部分 演奏得非常 在他的每一张作品里面 非常的强眼之外 他的歌声也非常的亮眼 那我们等一下来听一下他 等一下要听的这首歌 红色洋装 那刚刚不是说很大提琴演奏很好吗 这首歌就有很大量的大提琴 前面这个很明显听得出来 应该是巴哈的舞伴奏 衍生出来的一个编曲 是 你有听过吗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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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 没错 他有说吗 他有这样写吗 他们没有他们没有说 所以我第一次听 很新鲜 很新鲜 你觉得很新鲜 就是从你 从你嘴巴 讲你 讲出来很新鲜 那这首歌 红色洋装 是想要说什么 我觉得 应该算是这张专辑里面最亮眼的一首 他有本来第一首歌 真的喔 可是最红的不是你等下要讲的那首吗 红色洋装吗 另外一首比较红吧 我看那个 YouTube点阅率 喔 从YouTube点阅吗 可是我觉得 整体听下来我觉得红色洋装真的还不错 你喜欢他的原因是什么 对 我觉得我其实有去稍微爬一下他过去的发表一些作品 我必须推 必须讲他的作品出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提琴的关系 他 还有他歌声的关系啊 就是 他的音乐里面其实有些会埋藏很多诡诀的感觉 嗯 对 包含歌词 包含歌词 从歌词里面看得出来 也看得出来 像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我去看他那个过去有一首歌叫 无头小猫的MV 嗯 但 大推 绝对可以 绝对可以去看 原声阅读 好 真的超帅 对 所以这红色洋装这首歌也是一个鬼故事啦 对我 他也是营造那样的气氛 他也是一个 要说鬼故事吗 但其实 说鬼他其实最后最终还是回归到人性上面 对所以 我对这首歌的定义其实就是 他只是 他就是一个恐怖情人的样貌 那说 说鬼的话 他可能会展现出比较极端的面貌 那确实恐怖情人在这个方面上 蛮符合的 对 红色洋装的意义其实就是 呃 你可以看他的副歌 他副歌有两句 那 等一下我看一下歌词 对 他的第一句话其实 就是在讲 其实在讲 他对他 对对方的浓烈的爱 对 对爱的诠释 因为我记得我看那个文案是说他听 他 他听别的鬼跟他讲 鬼故事的人就是这样 有可能 对 所以某一个 某一个 女鬼跟他说他的恐怖情人怎样讲是吗 对他的他的 他的那个 他他 所以他其实也有那个 灵异体质 这样子 没事 还会在他的专辑里面出现 这样 OK反正 然后副歌的第二句话就真的就是 蛮 蛮 就是 有很多血 这样子 这首歌在讲 就是在讲恐怖情人 然后 其实我原本要讲说 他第一段其实就埋了一个梗 就是 就是 写别期待我成全 这句话其实就埋了一个其实就是代表 他感情 就是如果破碎他绝对不会往那种 和平或指望自己成全的 冷气吞声的方面发展 所以他其实在第一段就已经埋梗 然后 第二就是再来副歌就直接爆发他的内心 对比的差别就是 要嘛 要嘛很爱你 爱到那个 把所有都给你 要嘛就是 杀了你 就是 恨你恨到把你碎石碗断这样子 那有一句声音叫什么 宁什么 什么瓦拳那个词 宁愿 宁愿 欲碎不为瓦拳这样子 哦好恐怖 没错 但 听起来真的是 很舒服 就是 你会 你会很疏压这样子 因为包含流汗 可是 可是我觉得以我就音乐上的角度去出发看这首歌 我觉得听起来说他是一首鬼故事 我觉得听起来没有很恐怖 就是硬要说的话应该就是Vocal的唱法有一点点哀怨 因为我觉得他那个编曲满满的 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这首歌营造的音乐的氛围听起来好像是被困住 然后 是 反而是被困住在什么地方然后感到很彷徨吧 说要那种恐怖的氛围的话 我觉得可能刚刚 提到的那一个 呃 狙狗的歌 第一首 就是地狱都是 地狱的恶魔都时尚那种歌可能稍微比较恐怖 因为他后面有一个Riff 比较模糊的那个Riff 听起来比较有点鬼故事的感觉 我觉得这首歌没用耶 但这首歌就是有一种被困住的一种 感觉 maybe可能像你刚刚讲的就可能有感情问题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 让我想到他其实MV就在做处理这样子的 真的吗我没有看MV 他就他他其实 呃同一个 画面就是同一个故事线他 分在很多MV然后每个每个MV都有不一样的男女 所以有在讨论困住的事情是不是 我觉得我觉得很像很像你说就是他一直在重复那个轮回 哦 就是他的MV 懂听懂听 你懂听 就是他每一首歌的MV开头就是眼睛 睁开的那个画面 我就觉得哦对 没错就是很多电影不是都这样吗 就是 进入那个 异世界循环的时候 他就是 被杀了然后隔天 就是早上醒来那个眼睛瞪大的那个画面 然后就说我们又从头来 这样子 Game Over又从头来 我们接下来要听下面这一首那个才为我们推荐的你哪位 嗯 这首歌想说什么 我觉得他 我觉得这个这首歌就是在讲这一张专辑的另外一个点 他其实是很生活感的 简单来讲就是 有一个人 突然来加你好友 然后他的共同好友有你的 鼠鼠伯伯阿姨什么 可是你不认识他为什么他要来加你 所以你哪位 对为什么要侵入我的生活圈 这样子很生活感的东西 对我记得他那个里面 他其实有为这张专辑有画一些 四个漫画 我记得你哪位这个四个漫画是 这个人坐在电脑桌前 然后后面的门是 打开的 然后常常会有人从他后面走过去 那样子的 超有既视感的感觉 就是 他突然出现在你的生活中 可是你并不认识他 就很像我们 在网上交友的时候也都是这样 其实我我选的目的其实 一开始 这一首歌跟 红色洋装其实是对在一起 就是 他其实MV是对在一起 那后来我才发现说 其实他 后来出的 后来有几首歌也是跟他对在一起 那 我觉得后来想想会选他是因为 我想要讲他专辑的两个面 一个就是刚刚提到就是有点恐怖的氛围感的这种 那这个是complain的部分吗 他们很爱抱怨 听起来 对 就是 抱怨奇怪的同事 抱怨奇怪的老板 我觉得现在人压力很大啦 就是 尤其他里面不是说 那种歌曲有什么他妈的什么 即便你是我妈的朋友这样 对啊 超生活感 所以我觉得 真的蛮推荐 大家听的 就是 尤其在什么星期一 Blue Monday的时候 超不爽的时候听的一首 有一个抒压的感觉 对啊 而且我觉得他音乐上 音乐上其实也有在做这样子的感觉 因为他不是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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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登登登登登 就是他的 我会觉得 譬如他副歌很明显就是 一句一句 他前面头是一样但是他 下面会一直往下掉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觉得他们 呃听起来有点像控诉你知道吗 哦是 而且他们的旋律很喜欢下行 然后很喜欢 很喜欢那种双击你知道吗 就会比较重啊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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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就是他们会有那种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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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的那种双击的那种旋律往下 它采 dia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那种 大提琴常惯用的语法 所以写出这样的旋律 但是我会觉得 还是他是刻意要去承接 你说的登登登下行那个是 大提琴去拉的吗 还是说是钢琴 没有没有说双击 它也是旋律flabel itt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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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之类的的这样子 就是两个两个音一起的叫 但是 奥了解的了解了解的 对 而且旋律大分都是下行 我覺得他們是聽起來蠻負能量的一個團啦 對我來說 但很舒壓啦老實說 就是你聽這一些 就是聽起來他們在抱怨 他們在講說生活是很枯燥乏味 但他們還是會從這一些乏味的地方去找一些有趣的點 我只是覺得柴玉這個人應該私底下是一個很負面的 他挑一些很負面的歌曲 你是不是壓力很大啦 沒有沒有我覺得這張專輯還好 是不是你現在會虐貓啦 什麼虐貓 你是不是有這樣的屁號快點跟我說 剛好相反 我一回到人家都會去吸貓 我才不會虐貓 你是把他拿起來聞嗎 就是去找他然後去埋在他的肚子 好變啦 沒有啦就是 還好吧 好愛夢人士都會這樣子還好啦 然後去問他你今天過得好嗎 然後幫你按摩 這樣子 好 好我們結束這個話題 接下來呢 柴玉為我們帶來的是一個 欸 這個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團喔 叫做什麼 就是 告 無 人 OK在情人節很會選時間 帶我飛 2月14號帶我飛 沒錯喔 帶我飛大概是想要講什麼啊 專輯想要講 幾乎完完全全就是在講 就是現在 現在的就是 的愛情的故事 喔真的 很多 幾乎所有的歌都是在講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和它當成 愛很重要啊 對很好啊 可以把它當成什麼 而且是現代人的愛喔 就是你會聽到很多很現代的用語 那 你的意思是什麼 王傑很不現代的意思嗎 跟王傑比很現代 喔沒有就是 我正要講這個對比 就是他們是 王傑是留 其實是留給四五零年代的 中年朋友們 喔 他現在告五人這張專輯帶我飛 其實就是給我們現在年輕人 可能就是十幾二十歲的這些 所以你挑 挑歌很有那個 巧思耶是不是 你是故意挑一個 終生代 然後挑一個年輕世代的是不是 老實說我就是多聽啊 所以我就會自動會有一些串聯 剛好可以對上這樣子 你不用那麼客氣嘛 我想說哇你很史未成耶 就是 可能我們的聽眾就是什麼年紀都有 你叫雨露君瞻有沒有 對啊讓你讓你多增加這 這個客區嗎 好啦 那個代我飛 代我飛第一首歌為我們推薦的是這個 我無法克制自己 我們聽一下 這個很好聽啊 我覺得 非常好聽啊 對 其實像每一首歌都還不錯 對 沒關係沒關係 你不用 你沒有挖坑給你跳的意思 你不用在那邊澄清好 OK 請問這首歌想要說什麼 我必須說 雲安 有些有些我發現說就是 其實也不是發現啊 就是還 當那時候專輯剛發行的時候 其實 正反的意見非常了解 尤其在 那個對岸那裡 他們的這個 反擊的力道更強大 他們是踩這張專輯是不是 對在踩這張專輯 那無非就是在講說他的歌詞 就是太淺白怎樣子 然後沒有什麼技術層面的那個造音 我覺得我覺得有點言過其實啦 對 因為音樂部分我覺得可以讓你去講講 那歌詞部分的話我覺得我想要稍微平反一下啦 雖然我覺得這張專輯在音樂方面確實是還不錯 對 有些有些東西是算亮點的 然後歌詞的部分的話 我原本 我原本聽幾首歌會覺得啊 他雲安可能他只是發揮個六七成的功力 但他只要六七成其實就已經很猛了這樣 你講重點好快點講重點 所以是什麼 好重點是其實我發現他這張專輯裡面的歌其實 其實很有水準 嗯嗯 就是我選這兩首歌就是以他歌詞裡面講的非常有水準的內容來去講 OK 所以這一首《無法克之力》其實他 我覺得他的敘事風格他是偏意識流 嗯 就是把腦中他想講的話 表露無遺的全部一直瘋狂的講出來 尤其在中段的時候他不是有一長段都在唸詞嗎 那其實就是他在腦中所想的東西然後就直接丟出來 就是反映說他這個思念已經到達頂點了 他沒辦法無從宣洩只好用講的瘋狂唸出來這樣子 所以 呃 例如說他想 呃 在歌詞中段的歌詞裡面有講到說想找一個和你相似的背影 那其實倒反過來 其實是去反襯你的獨特性 因為他找不到跟他相同的這個背影 對其實是反襯他的獨特性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很有趣就是他直接寫說 就是一個一個樂團不應該這個樣子 就是但他還是無法克自己把這些東西都寫出來 這樣子的歌詞他都把它寫進去就是非常的意識流 就是他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對那其實是其實在說一個人就是像告五人 他們現在也算是一個算是有一個現象級的地位啦 那也代表說他縱使在某個地位或者是在有一個成就 他還是會有時候會落到這種兒女情常的這個概念裡面 那我覺得這沒有什麼不好啊 因為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喔 就是他們可能想要把重心放在音樂上這件事情 就是每一張專題都可能會有不同的嘗試吧 那我覺得是沒什麼不好 因為對我來說這個音樂對比是真的蠻劇烈的 就是這首歌叫做我無法克制自己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他的第一 他的曲勢也蠻特別 因為他的曲勢我其實聽不太出來哪裡是主歌哪裡是副歌 但是第一二次的對比很強烈 我就會覺得說第二次的時候才稍微聽出來副歌是在哪裡這樣子 然後我會覺得說所以他前面呢 第一次主副歌的地方了啦 正在克制自己 但第二次主副歌的時候他無法克制自己 克制不了了 所以他第二次你就 他那個整個編曲的那個很滂沱的程度啊 就很張狂就很歇斯基地 跟前面那種輕飄飄的感覺是不一樣 就是段落很明顯的差異這樣子 我覺得音樂上有在做這個東西 其實他還是很有之前的風格 我老實講對我來說 因為他們之前的風格的和聲其實不會做太多的變化 就常常在一個地方這樣子 但是他就會很像 因為一直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就會覺得好像他展開了一個結界 一個場域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進到那個雲安的這個 就是進到告人的這個情緒當中這樣 所以他其實是有在慢慢的鋪成這個情緒 就是從前面可能在克制 後面無法克制 所以音樂上是有在做差異 但是歌詞真的是看起來比較直白 我覺得那也沒什麼不好 就是他選擇在這張專輯更琢磨在音樂的部分啦 這樣我覺得 對所以其實你歌詞看是可以很淺白 你當然可以很淺白的去看待他 當然 有什麼大舌頭 當然 OK 那我覺得下一首歌我覺得非常的 你也可以很淺白的看 但我覺得我可以往裡面一點點看 會覺得這個很有趣 好聽一下下一首歌 你看你看看 這首歌想要說什麼 來請開始你的表演 什麼表演 OK 展現你的文化底蘊啊 中文戲快點 什麼 這首歌其實就是 你他們兩個人關係已經到達 已經有期你上戀人未滿的這個狀態 那究竟要不要踏出去 可是其實你當有這種想法 就是想不想要想要成為 想要讓彼此變成一個戀人的狀態的時候 其實已經越線了這件事情 其實是在講這首歌其實在講這件事情 對可是如果你其實粗淺的看 其實你會覺得說 其實如果你看副歌 其實就會感覺說 你不用去羨慕我 很早的就交到一個對象 沒有那個副歌我覺得聽起來非常刺耳 是在撒狗糧嗎 對對對 你會聽起來感覺好像在撒狗糧對不對 我們直接單看副歌 確實他看起來像在撒狗糧 然後就是說 啊可惜對方一點都不明白 其實因為生活一些什麼壓力啊 什麼的他可能其實老早就劈腿啊 什麼的 然後他的心已經被破碎一半這樣子 出錢來看其實 沒有沒有 這是出錢就是在看副歌那一段 會感覺到是在講這件事情 因為他弄一個很大的落差感 是他的第一句話 除了你看你看看之外 就是他第一句就是 這半年限就找到另一半 可是他在副歌的最後一段 其實他寫到我的心就睡了兩半 為什麼就是為什麼他已經找到另外一半 為什麼要會睡成兩半 那我剛剛講的這一段就是 他稍微可以去順說 其實他在找到另一半的背後 其實會有一些東西產生問題產生 例如說他可能對象早就劈腿這件事情 那真的很就很像現代人會發生的事情啊 但這個只是他這個歌詞的第一層出錢 比較低層的那個解釋 那我自己後來看 其實還有另外一種解釋 從第一段開始 我覺得他就是用一個沉地的方式 非常的就是 他第一段是說如果有神燈 如果真的有神燈 許願會不會變成能不能是秘密 那如果真的有秘密 那能不能看透你的心 抓出這三個點 一個是神燈 一個是秘密 然後是一個是你的心 對他其實是把用沉地的方式 把艱難程度對立起來 就是不是對立 就是用沉地的方式去往上堆疊起來 就是神燈 你發現神燈這件事情已經很困難 那他能不能告訴許這個願望 是這個秘密 能不能知道這個秘密 這個秘密比有找到神能更難 那最難的是 看透你的心這件事情 我覺得第一段就弄了一個很 言簡應該來說 就是你交往了一個人 但你根本不了解他 是嗎 可以這樣子講 那這首歌其實也可以這樣子說 就是你不知道 因為你在尤達以上獵人未滿的那個時候 你並不曉得對方是什麼樣的心態 所以你會一直去猜他的心到底是怎麼樣 其實這首歌到了後面 其實都是在玩秘密這件事情 這兩個字的心機 就是例如說 朋友之間到底有沒有秘密 有啊秘密就是 他下一段不是講說朋友之間到底有秘密 然後他下面一句就說 我無法當面告訴你朋友之間還真的有秘密 他的秘密是什麼 就是我喜歡你這件事情 跟他們兩個之間的秘密 就是他知道他喜歡他 可是他不想要告訴對方 好複雜喔 我一定聽不懂了 也還好啦就是 所以這是個三角戀嗎 三角戀 不是不是不是 簡單來說就是 暗戀 暗戀 然後對方其實 對方不知道你喜歡他 對方已經有男朋友或女朋友 但是你暗戀他是嗎 羅生們 羅生們 我的解讀是 先不要把這個 這兩個人外圍可能有其他人這件事情 先剔除掉 讓這個文本會看起來比較清楚一點 就縱使對方其實已經有另一半 那困在自己的這個小世界裡面 還是覺得說我還是有機會啊 但我也不敢踏出那一步 所以這個秘密就藏在他自己的 想要主動表白的那個人的心中 好第二再來的話 OK第二層其實就是在講副歌這一段 副歌這一塊是非常精彩 就是 我告訴他其實我有了另一 就是他是一個遊戲 喔他是騙他的 對騙他就是 當然他吃醋是嗎 就看他會不會有反應 他其實是在試探他 用這種方式 好傲嬌喔天哪好傲嬌喔 可是在感情過程不就是這樣嗎 就是 你有幹過這種事嗎 就是 就是想要試探別人 然後就說 喔怎麼樣有很多人追我喔這樣子 你有 耳聞故事很多 但我本人 你沒有是不是 你沒有是不是 很可惜啊 沒有啊 沒有啊 你沒有啊 你的情感世界怎麼這麼不精彩 對啊 很枯燥喔 喔所以我懂了啦 我懂了 我懂他的意思啦 就是 有一個喜歡的人 但是常常跟他說 喔有別人追我幹嘛之類的 這樣子 然後想要看他是不是會 吃醋會不會緊張 這個心態我懂 沒錯 我其實有很多類似的故事 但我不想跟大家分享 謝謝 那你幹嘛提呢 之後是要開一集來講 沒有沒有沒有 之後之後邀請我上 然後我們再聊這個嗎 不要你又沒什麼感情故事 可以跟我分享 但我可以幫你挖 幫你梳理 不需要 好啦 OK跳回來吧 剛剛講到什麼 精彩的副歌片段 所以你會發現說就是 剛剛我們前面在講說 你不用羨慕我 早點交到對象 這是第一層的理解 不是已經講完了嗎 還有喔 還有第三層嗎 沒有第三層 我只是在幫你聽動 那我歌的歌詞有這麼深刻喔 我覺得很有趣耶 這一首歌對我來說 我聽到的當下覺得 這個東西一定有料 就是一定有什麼內容 可以去分析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放到我這個 你覺得是你自己分析出來的嗎 還是他們有稍微在訪談的時候講這件事情 他們訪談前 他在講音樂方面的東西 真的喔 那他有講什麼音樂的東西我想要聽聽 你可以聽那個小樹哥他們採訪他 因為我覺得這個跟剛剛那個邏輯是一樣 因為他第一次第二次主副歌的對比很強烈這樣子 然後第一次是男生弦唱第二次是女生嘛 然後再來好像第二次是男女合在一起 但主要是女生這樣子 然後你剛剛說曲風 我會覺得這首歌 就像他有提到那個一起玩樂 一起邪惡的那個邪惡的部分 我就覺得說你剛剛說的暗戀的部分 他可能是透過 因為他這個聽起來是C小調 是一個小調一種末日的感覺 來營造那個很壞的感覺 然後營造那個暗戀的感覺 我覺得 聽起來就很酷啊 聽起來就很酷啊 他的世界是 他的那個世界是崩塌的耶 對 音樂上是有這樣子 好啦 那確實是如此啊 因為其實我的想法是 他最後其實是解讀說 一起玩樂一起邪惡 其實他是想要回到最原本天真 兩個人兩笑無猜的樣子 但他們不會跨越什麼朋友之間 進入到戀人的這個界限 但其實他本身 我覺得這個重點就是 有其中一方沒有那麼愛 要不然找到交往 對阿沒錯啊 都是這樣子啊 這沒什麼好再深入研究了 就是他不夠愛你 換個人吧 總有人愛你這樣 但又想要保持這個友情 那恐怕他沒辦法回去那個 你有暗戀過別人嗎 單戀過別人嗎 有啊我幾乎都 你幾乎都是單戀 滿多的啊 所以當那個當舔狗的這個感覺很好嗎 當天狗的感覺 因為我不懂我不懂我不懂 就是你去默默暗戀別人這個過程是開心的嗎 是興奮的嗎 付出你的愛這個感覺 這個過程是開心的嗎 就是對方如果有一點點回饋的話 會那個當下會非常的快樂 可是我還以為你是享受那個被虐的過程抖M你知道嗎 每個都是抖M初心嗎 你是嗎 你是嗎 暗戀那一種 好吧可能有點像吧 就是你會 你久了其實就會去想說那個被孤立孤獨的感覺 在曖昧的過程中 不是曖昧就是暗戀的過程中 嗯 是喔 OK好 欸我們要下去了 接下來為我們介紹的是 也是另外一個團叫做 老王樂隊 老王樂隊 他們在隔天啊 隔一天啊 2月15號發行的 他們的EP EP叫做什麼 黃色的房子 映照清純的天空 非常失意 好饒口 好文青喔 我的媽 我真的好愛這一張專 所以你是文青嗎 你自己是文青掛的 老實說 確實啊 我就是文青掛的 你會喜歡讀那個 讀那個歌詞 一定是文青掛的 會去做這件事吧 好 好 那請問這張EP 大概想要講什麼 嗯 其實這張專 這張EP其實是 因為他 老王樂隊他過去沒有提到 觸及到這一塊 就是關於感情 愛情的部分 對 那所以他其實這張專輯 從第一首到第三首歌 從情緒的所這件事情 到他走到愛情的盡頭 這一個過程 所以這張專輯其實 很不一樣耶 就是跟他過去的 過去的作品其實很不一樣 可是他的 我覺得他的那個方式 跟唱唱那些東西 還是很有他的風格 那你個人喜歡以前還是現在 他們以前不是唱那麼 給我一瓶酒 才給我一支煙那種嗎 對不對 對我來說比較特殊耶 比較特別 比較少見 他現在跑來唱情歌 這個你也接受 我覺得年紀到了就是會有一個段落 會去遇到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他跟人家煩的耶 大家都小時候開始談戀愛 然後長大思考人生議題 他是先思考人生議題 然後再來談戀愛 還是嗎 再走 就是出社會還是怎麼樣 對啊 就是例如說 他們聽的人年紀可能都在大學 過了一段時間 就是他們可能出社會 就為了出社會這件事情 特別去解決關於感情的事 因為出社會畢業一定都會先去處理感情 哪有很多人都把大學小高中教的不得了 對啊所以畢業的時候就 就畢業的時候通常都分手記啊 不是嗎 有嗎 好了不管好 我們接下來要聽你今天為我們帶來的第一首歌 叫做 我在愛情的鏡頭看見了你和我 請問這首歌想要說什麼 因為我覺得歌子看起來好像跟那個告物人相反 完全 完全 還是完全是意境之心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之前有特別去寫說他的這個 這首歌怎麼大概怎麼樣的架構 我覺得 大概就是他就是兩個畫面啊 你有發現說就是他前面一個段落 然後後面一個段落 他那個音樂的進程是不一樣的 所以歌詞的進程 音樂的進程 你是說那個曲式嗎 對對對 我是不是講錯專有名詞了 就是曲式 他這首歌的曲式真的是蠻特別 一般不是主歌副歌 然後再來主歌副歌嗎 他沒有 他就是主歌兩遍 然後preclose兩遍 然後進入副歌 然後唱四遍結束 對我來說 聽起來他這個故事 音樂的故事 就好像在說這個愛情是一個線性的 沒有回頭路的感覺 所以他是從頭到尾 沒有在repeat這樣子 就是一條腸子通到底 我覺得 沒錯啊 我在看歌詞的時候確實也是這樣 我覺得他有點像是音樂去服務文字 他的音樂 我感覺啦 所以這首歌其實我會看到兩個畫面 而且通常很有畫面 你看見了什麼 他是一個定格畫面 喔 你看見了一個定格畫面 然後裡面有什麼 就是如同就是放一個長鏡頭在角落 拍攝一個主角的意識流動 就是他的那個故事流動 超像 真不愧是文青 你會發現他就是主角就坐在書桌前 然後去想像那一些各種想念 就是特別去記錄 他會用這個歌詞去記錄一些他心裡面流動的概念 那第一個就是他書桌前面那個 喔對我剛剛忘了講 不好意思 就是我剛剛忘了講 他其實這張專輯裡面有用很多顏色的意象 包括說他專輯的封面其實用了很多橘色跟藍色的對比 那在這一首歌裡面其實會感覺到也有顏色感 透過那個顏色去代表他的那個季節 所以他歌詞裡面就講到說就是他熟悉的 這個歌是秋天是嗎 對 就是將這個涼意燒來的一些溫暖 然後錯認為對方曾給這樣的目光 就是讓你自己去勾起那個思念這樣子 他唯一你的講是這樣 簡單來說就是你會去想說 你會因為曾經對方回謀一笑的那個眼光 然後去然後就深刻的記錄在自己的內心裡面 然後反覆的思量這件戲 所以他的畫面其實就是他住在樹桌前 然後秋天涼涼的秋意 然後去反映他其實這個季節是一個分離的季節 你知道嗎 就是夏天轉秋天是不是就是一個季節的轉換 然後那個季節的轉換其實也就是分離的那個狀態 夏天畢業然後秋天迎來就是他孤獨的那個感覺 所以這首歌是一個畢業分手潮的一個代表歌曲是嗎 所以我就覺得沒錯啊 就是為了這樣子的客群 不能說客群好勢快 就是這樣子的 但我覺得他應該說很貼心 他們很貼心就是去考慮到歌迷們可能到了這個年紀 他們很需要這樣的能量 對 by the way 就是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去勾起他的思念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其實 第二個畫面其實就是 他看著有人在他面前親吻的這個畫面 親吻對方嘴角啦 什麼意思 他的對象出軌了 不是不是不是 也是獨屋私人 喔所以看到別人再輕輕就想到自己以前的男女朋友這樣 是嗎 對對對 就是去強烈這種強烈的情緒碰撞 就是很多人都會遇到嗎 那讓淨姐他不想分手啊 他不想分手 為什麼他要在愛情的鏡頭看見了你而我 他說的 他所看到目光所觸及的東西 都是對方過去的畫面 他正在被灑狗糧事 大家都在那邊輕輕握握 但是自己準備要分手了 就是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這樣的故事 就是通常會是這樣子 就是你跟這個對象好很久很久 可是你發現在某個時間點好像越來越不那麼好 七年之養是嗎 他不一定是出軌 有可能是兩個人之間他被解決 對不對 也可以這麼說 也可以這麼說 但我的偏向是他們之間其實已經有很多東西沒有去解決 那所以造成他們兩個之間並沒有什麼對話 有一些雙層是不是 對 所以到了最後他們其實就變成形同陌路的兩個 然後你有沒有會想到 從過去他長什麼樣子 這個是你自己想到的嗎 很多畫面都沒有愛情的鏡頭看見你而我 我覺得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好負面喔 你真的很負面 不能是他們可能就是青梅竹馬 然後就在一起很久 你看像那個無尊一樣是這樣子嗎 然後說劉德華也是青梅竹馬 人家也是在一起很久啊 就沒有各種傷痕這樣子 對啊 那我覺得最重要還是溝通這件事啊 就是男女兩個人就是最重要還是溝通 老實說我不喜歡這個 我不喜歡這個故事裡面的主 就是主角的這個心態 我不太喜歡 是齁 就是他明明就是看著別人在那邊親熱覺得很羨慕 然後自己又就是覺得說 沒辦法下定決心去做 就是去挽回這段感情 你會覺得是這樣 現在大學生都這樣怎麼好討厭 我不行 很厭世嗎 他只是在講這其中一個樣子 自己的那個對象就是要靠自己 就是你換誰都一樣啊 你今天換再好的對象 再好看再有錢再怎麼樣 如果你都是這個心態的話 那這個人遲早有一天也是會分手 我覺得有一些小小的東西就讓他過去 Let it go這樣子 我自己覺得啦 是是是 好 接下來下一首歌我們要聽的是 春天不如預期 好 這首歌呢蠻有趣 我看文案就說 他在講述春夏秋冬 然後春天怎樣怎樣 夏天怎樣怎樣 秋天怎樣怎樣 對 但是這首歌沒有冬天耶 因為冬天 歌子裡面沒有冬天 因為我會這樣講 是因為他在春天的部分 他可能有加一些 他在編曲裡面可能就有一些不確定性的東西 我覺得蠻像春天啊 春天就是很多變的氣候 然後夏天就會添加一些 譬如說風鈴啊 還是有一些鼓的那種打法 聽起來會比較俏皮比較可愛 唱也是這樣 然後秋天就有一種酒醉的感覺 然後但他沒有冬天這樣子 我就覺得他在不同的季節的時候 就有不同的音樂上面的表現這樣 那你覺得第三首他算是正向的嗎 音樂也是聽起來 你說這首歌聽起來正向嗎 對啊就聽起來的話會是比較正面的嗎 還是他其實還是這種 還好耶 我現在有點忘記了 一時間要叫我想想不起來 但是我覺得聽起來就是 沒有剛剛那首負面 我覺得剛剛那首聽起來比較負面 對啊 他最負面的我猜 我猜應該就是第二首歌啊 而且我最有感覺也是第二首歌 就是我在愛情期間 因為你很負面嗎 你有什麼壓力要說出來好嗎 才是 你是不是壓力太大才掉頭髮 一直攻擊對方的長大 很過分 你不要這麼有壓力好不好 沒有 居然就是說 我喜歡剛剛那個歌的聽起來很有壓力這樣 是壓力嗎 也不是壓力啦 OK 反正我覺得這張專輯給人的感覺就是 你要去 正向去解釋還是 該去解決 該去處理 該去解決的一些問題 你要去勇敢的面對他 才會 才會有很好的結果 而不是說 最後放給他 就是 讓他流浓 嗯 好 這是正向的意思 你這很厲害 講成這樣最後還可以拉回來一個 就是 很震驚的結尾 沒錯 對啊 對啊 那這一首 這一首歌其實也沒有特別想說什麼 但我覺得有一個地方就是 嗯 為什麼他要叫黃色的房子 映照清晨的天空 其實就是在這一首歌裡面的歌詞 哦 對 他放在 夏天的段路 就是 我看一下那個 你會發現這一首歌 他會有一個 時間的遞跡嗎 跟你剛剛說就是 整張專輯會有個時間的遞跡 他其實在這首歌裡面 就從春天 夏天 秋天 這樣子去鋪排嗎 這首歌是什麼顏色 紫色嗎 我看起來有點像 有一個粉色 白色 紫色 藍色 比如說他的那個 那個 顏色啊 我覺得這首歌 尤其他這個EP的名字 黃色的房子映照在清晨的天空 他放在夏天的這個段落 就是聽眾們可以去特別去看一下 就是在走在愛情的盡頭的那個時候 就是明明對方 雙方已經沒有愛了 那只是虛質的等待這個某個離別的時刻 所以這首歌在夏天這個區段已經有講到 然後他每一個時段都會去講說 每個時段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春天不如預期 可以直接交給聽眾去慢慢去平常說 對你來說春天夏天跟秋天的那個感覺是什麼 對啊他為什麼挑春天 不是說冬天不如預期 所以沒有冬天 我還是很care他為什麼沒有冬天 然後最後 因為他們秋天就結束了 他最後副歌repeat這麼多次 至少五次吧 然後留一個段落給冬天會怎麼樣 我倒覺得是秋天他就已經把故事講結束了 所以冬天就不留 不留任何的東西 因為所有分 所有手都要在秋天分文 然後冬天自己過獎 好 今天帶來的老王樂隊 黃色的房子 映照清晨的天空 這樣EP的兩首歌 好 那你三月居然唯一選了這一張專輯 應該就是非常厲害的專輯吧 請問你今天為我們推薦的是 黃小禎的Just Like You 是EP 黃小禎 你要不要給大家介紹一下這位黃小禎 其實他是一個 我覺得好像是在我前一代的人 他們小時候 他們大學時也會聽的歌 然後他比較有名應該是 他是跟那個核心會 核心稅嗎 稅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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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電台方面比較厲害 音樂製作上面 像黃小禎她之後是去電台 去電台 去電台 對 那Lisa的話她就是去走合聲 那齊哥就是音樂製作 選這首歌其實還蠻意外的 成功EP吧 因為這個EP很特別啦 對 說他的特別點就是 他EP裡面有六首 可是其實他的歌詞沒有都是一樣的 那只是說他的編曲 這些方式不一樣 音樂的呈現方式不一樣 六個不同的style 但是是同一首歌 對 都同一首歌的歌名 那 我好奇他六首一樣的歌 那你是選哪一個 哪一首 哪一個風格 因為他裡面有那個正常版的嗎 然後還有那種跳舞 這舞怎麼跳的版本 還有樂器版 巴黎年代 就好幾個版本 你選的是哪一個 我反倒喜歡比較純一點的音樂 原始版 原始版跟那個 他的第 好像是第五首吧 對 第五個 錄音備忘錄版本 那個也是蠻純的 那個吉他在彈奏 可是那個氛圍感不一樣 我覺得交給你來處理 因為 因為我 我感覺得出來 我只感覺出來那個氛圍感不一樣 但我 我只有聽 我只有聽原始版 因為你跟我說你要唱原始版 喔 沒關係啊 就是每個風格我覺得都有趣 但 就是這兩個 比較純音樂的這種 純吉他啦 純吉他版本 我覺得聽得很 很快的 對 OK 所以 其實這一張 這一張EP是 算是舞蹈舞蹈 就是 看到他的那個 EP是長這樣子 所以我就去聽 嗯 然後其實是 好奇心 驅使下去 看了他的背景之後 才發現 還蠻喜歡這樣子的 我先 我先講他的這首歌 簡單的概念 其實他的歌詞 他是英文歌 那 可是他的歌詞很簡單 主要就是在講說 夢裡見 夢見 在夢裡見到了 喜歡的 過去喜歡的那個 他發現 這個進程 只是一個 夢境轉 這個音樂的過程 其實是 夢境轉為 現實的過程而已 那 見實中 其實這個人 可能去哪都不知道 他可能不在 不在世上 有可能是 老死不相見的 這個狀態 而且這個狀態 你會嗎 你會嗎 你會三不五十 就想一下前任在幹什麼 之類的嗎 你這個在私下講問 是不是 沒有這個沒有私下 這個私底上 這個就是光明正在那裡問 現在這段沒有 我在想就是 刻意去屏蔽掉 就是我有那個雷打 屏蔽掉那個 可能會有這樣 那這個可能是 很久以前的前任 才可以這樣子 光明正在想他 好啦 沒有啦 就言歸正傳 就這首歌大概是這樣 在講這件事 你會發現說 當我去理解他的 作品的一個風格 你會發現說 這首歌也是在做 這樣子風格的呈現 我先說他主打的客群 其實他比較像是 你在大學時期 可能遇到一些人生的低谷 不只大學時期 就是大學 欸你大學的時候 是過得多不快樂啦 不是不是 我說那個平均下來 你可能在大學 或者在就學那段時間 可能遇到一些 令你無法解決 無法排解的一些 困難 困境 都沒辦法突破 你可能就會一直持續 在那個低谷當中 然後他的作品就是 會讓你 他比較像是 真的陪伴在你身邊 他不會是 讓你拉你一把 那種雞湯式的那種歌曲 不是 他是 他寫進你的心理 因為你剛剛說這個歌音樂 真的都有在做說 你剛剛的做夢 就是 他的那個和聲的走向 跟那個什麼東西 都是 你放著聽 就是你可能做夾式 做什麼什麼的聽 你不是專心做在 那個 Player前面聽的歌曲 他的 他的聽起來就是 比較那種 沙發音樂嗎 就是比較舒服 喔對 我在那個網路上面 有這樣 確實也這樣 他的那個 那個其實是我去留言的啦 喔謝謝 所以是從你這裡來的 你看 欸 不好意思 沒有啦 我亂說的 OK 好啦就是 其實 對他的了解 我覺得因為是 年代不一樣 但如果是在我前一輩 就是大概現在 30到40歲 這個年紀的 朋友 這跟年代有關係嗎 我覺得這個 也會有一點關係 沒有 他這個音樂聽起來很時髦好不好 很年輕的很小朋友 我覺得反而不是 不是黃捷那個年代的人會聽得懂的 喔不是不是 我說的客群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 主要是因為他前面兩張專輯 是在1999年跟2001年這個時段出來的 那像我們這年紀的人 不可能 那時候才剛出生 沒多久 所以不可能聽到這一首歌 所以是在他發行的那段時間 剛好是大學的那段時間 聽到 對啊 我覺得他的風格 一貫都是 這樣子 很特別 很照顧到那一個客群的 你說他以前的專輯 你有去聽是不是 就是蠻 蠻特色的 我想講一下 就是 比如說他也有cover 又有他自己做的一些歌 像 他定義他自己是 alternative rock 就是另類要 所以他以前的作品也是都蠻奇怪 蠻特別的 很特別 很特別 可是會在某一些 點上面 有些歌詞或者是某些情緒上面 是給你 有一種救贖感 但我是後來 因為他幾乎很多歌都是英文 所以 對 礙於那個語言的狀態 欸 他走在很前面 對啊 他十幾年前就在 只唱英文歌 現在 現在歌手很多都只唱英文歌 現在大家已經習為常了 他以前那個時代 走得很前面 文青類嗎 文青也會寫英文 現在很多R&B歌手 全部都是全英文的 我覺得就是生長環境的關係 所以 所以 你的意思是說現在大家 雖然看到黃小禎這個名字 就是有的 可是我沒有覺得 現在的人會覺得 他是以前老一輩的歌手 就是對我來說 我第一次聽到他是KK80推薦給我 我就會覺得 我就把他當成是新的歌手來聽 就是欸這個現在的風格 就是他 你意思是說現在年輕人也可以去欣賞一下黃小禎 他以前的那個 很久以前的作品 然後其實放到現在這個年代來聽 都還是跟得上流行的嗎 是吧 流不流行我覺得 我覺得還是有差啦 但還是要放在那個年代 可能我剛剛講的可能就是 現在已經三四十歲的那個年代的人 因為他做他那時候做的音樂就是 專門就是這個年代的人 他大他大學時期的心情狀態 那至於他現在的他的這個作品 放在現在大學生 我覺得要看 要看有些人可能不一定會接受得了 因為他們的經濟水平那些都已經不太一樣了 好啦好啦 今天很開心就是彩玉給我們推薦 介紹很多今年一到三月的歌曲 雖然最近金局獎喔 大家都在focus在那個去年的作品 但可以聽聽今年的新歌好不好 今年一到三月的作品 聽起來 今年六足音樂人的作品 謝謝彩玉 欸你要不要講一下 要怎麼樣可以在哪裡看到你 看看你 OK好 工商時間嗎 對工商時間 OK好再次說一下我是尋聲陸座的彩玉 那尋聲陸座在做樂評跟音樂推薦的 那你們可以上網搜尋尋聲陸座 然後尋就是找 誓步的那個尋 尋音而來的尋 然後聲音的聲陸座 就是做下來的 非常的文藝 沒錯 沒有文藝啊 我覺得聽起來很順的這樣 沒有很文藝 你看我這RP聊音樂很直白 好嗎 你就是很文藝好 你就是很文藝 就是會從一些歌詞文學的角度去切入作品 跟我自己聽覺得角度切入作品是不一樣的 好 大家去關注一下 尋聲陸座 好啦 那就這樣喔 掰掰 掰掰